轻轨二线计划沿着大顺路兴建 而在地店家相当的担忧 轻轨占用道路会让车流更加的拥塞 而施工的黑暗期更会让店家的生意一落千丈 市议员林雨凯认为 捷运局应该再和店家抽份的沟通 做好车流的分流 以减少施工期对店家的影响 还不到下班时间 下午三四点大顺路就出现车潮 两线快车道不够右 有汽车还跑到慢车道和机车挤在一块 这样的景象在地店家最有感 我想市长他也是要拼经济 然后让大家有钱赚可以好过生活 但是这样子一下去的话 我想交通更乱 然后大家也没有办法赚钱吧 想想看大顺路只剩下六名 沿路你没有办法停车 对不对 我们认为这个会是一个交通的浩劫 轻轨预计在大顺路新建会占用一个车道 汽机车只能使用一块一混合车道 再加上路边停车格全部取消 店家认为生意会大受影响 市议员林玉凯认为 协运局要做好路外停车场的标示 不要因为停车不方便而影响店家的生意 大顺路的沿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多是以二手车行为主要的产业形态 那如果说是有一些小型的消费店家 他可以做一些内缩式的机车停车格 让机车还是能够去停 那汽车的话他可能就必须要配合轻轨的设计 然后去停路外的停车场 至于轻轨真的要在大顺路新建的话 施工范围会占用一边的人行道 林玉凯议员建议捷运局要和店家抽份公通 引导车流到其他道路 也劝店家要及早因应施工期带来的不便 就是说人行造街计划的那一段 先用来做扩充路幅的部分 然后等到工程师做完成之后 再把那个人行道给铺回去 等于说人行道可能会在施工期间 做一个调波车道的用途 我们希望陈市长可以做一个睿智的决定 不要让北高雄这边的市民对您失望 环状轻轨可以串联捷运和台铁 带来转成的便利性 但走平面的轻轨占用车道 将挑战原有的用路习惯 要如何降低负面影响 考验决策者的智慧 记者李正道 赖长邦 高雄报道 下班主在发言